自2020年夏天,中印双方在加勒万河谷产生对峙冲突后,印度就开始竭力调兵遣将,派往高原边境地带,印度驻扎人数一度高达20万。 然而,表面上人数没有明显优势的解放军编防部队却借助三种特殊的黑科技产品,它们分别是,可以无视雪鱼高原复杂地形,运载1.5吨物资,加上13名全副武装士兵的履带式铰链全地形车,以及集拍照、红外观测、热成像定位和微光追踪,只需4人即可全天候持续观测辖区的多功能远程监控系统。 和我们本期影片中的主角,国产单兵外骨格设备。 这些黑科技产品,让己方的后勤得到有效保证,边防监控和巡逻效率骤增的同时,也让印军在和解放军进行冷兵器对战时吃尽了苦头。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国产单兵外骨格,曾在不久前亮相于西藏阿里海拔5000米的山区。 据介绍,这种重庆牛迪科技公司研发的产品,可以让每个士兵在崎岖的山路上至少背负相当于一个成年人重量的物资。 根据测试,背负20公斤重物时,其重量全部集中在外骨格上,而不会给人的下肢带来压力。 单兵外骨格系统使用纯机械式助力,总重量只有不足5公斤。 士兵只需2分钟即可快速穿戴,而脱下则仅需半分钟。 有了这种装具,士兵们即可完成最大80公斤的负重。 在行走和站立时,肩部负担减重分别为30%和50%。 从结构上看,该装具分为上肢和下肢两部分。 负重时,上肢会把压力分布在肩、背和腰部。 同时,部分压力会由此传递到和人体关节高度匹配的下肢部分。 同时,对膝关节也有一定强度的助力,进而达到保护作用。 对驻守高原的边防官兵来说,这种单兵外骨骼,无异于天籁福音。 因为此地常年积雪,且空气稀薄,即使轻装登山时,对体力的消耗也远高于内地。 某些哨所地处十分陡峭的区域,无法通过车辆对其进行补给。 而且,无人机也往往受制于信号强度问题,而无法彻底完成补给任务。 此时原始的人力输送就体现了其重要性。 但进入此类地形负重攀爬时,会消耗很大体力,甚至可能因为脚踝或膝盖酸痛乏力而出现难以想象的危险。 同时,运送量也难以满足需求。 因此,可以大大降低负重压力的单兵外骨骼,自然帮了战士们的大忙。 同样的体力运送比平日多得多的物资,这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减少了补给次数,进而极大的提升了总体安全系数。 除了帮助高原战士背负重物,此前据央视报道,外骨骼系统在陆军跨军战备训练中也大展身手。 目前,我军装备了多型战场救护车辆,基本能满足所有地形的救护需要。 但在壕沟、树林、高原地区的山地等部分极端地形,车辆无法到达。 这时候就需要卫生员穿上单兵外骨骼去救护伤员。 卫生员单兵外骨骼是卫生员救护伤员用的,对使用者的行动基本没有影响。 卫生员往往只有一个人,要在复杂地形中搬运急救物资和伤员。 外骨骼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卫生员承重的程度,可以增强其在救护伤员时的作业能力。 作为能有效提升单兵作战能力的装备,单兵外骨骼具有三大功能。 首先是背背包,强化负重的功能。 第二是背伤员。 救护伤员势必是要用手拉肩扛的,通过这套外骨骼系统能将伤员的部分重量传递到地面,给卫生员带来的行动不便降低到最小。 第三是给卫生员增加更多的护甲,提升其战场生存能力。 图片中,来自第73集团军医院的女护士佐露露,穿上外骨骼后,瞬间变身大力士。 独自背起140斤重的男伤员,居然也能剑步如飞,甚至能持续小跑。 佐露露表示,这位以后我们在战时为情保障增加了信心,可见外骨骼的助力效果相当显著, 极大的促进了战场救治效率。 据陆军军医大学陆军卫勤训练基地模拟训练中心副教授马俊介绍, 根据能源的使用,外骨骼大致可分为两类,有源外骨骼和无源外骨骼。 科幻片中所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有源的外骨骼,需要附载能源模块提供能量来完成动作。 我军目前装备的这款卫生员专用的被动式外骨骼是无源的, 只是通过机械的结构把卫生员携带的物资的一部分的重量转移到地面, 不能够增加使用者的力量,而是减轻使用者背负重量的体感,发挥减力的作用。 从而,每名卫生员就可携带更多的急救物资来支持商员的救护。 近年来,中国的外骨骼技术有了长足进步。 2019年时,陆军装备部还举办了超能勇士2019单兵外骨骼系统挑战赛。 赛事涉及了单兵负重、机动、生存、防护等科目。 据称,这些参赛的外骨骼产品未来还将得到升级, 使其具有防护集成、嵌入融合以及意图感知等能力。 届时,其水平将彻底超过他国的同类技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后的改进型单兵外骨骼, 甚至可以满足短途飞行的需求。 军用外骨骼从发展进度来看,尚属于新型技术。 最早从本世纪初开始,起源于美国增强人体机能的外骨骼研究项目。 在这项研究中,科研人员设计了一种机器骨骼, 目的是为了专门应用于提高个人的军事作战能力, 让士兵通过佩戴外骨骼拥有更多的力量, 携带更多的武器,提高防御力, 以及克服外界障碍,减少疲劳的目的。 乍一听这个要求,有点夸张, 可细想,这个想法又真的很美国。 一些美国本土拍摄的超级英雄,科幻大片等, 似乎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 但别管人们的想象是多么离奇古怪, 这东西还真被研究出来了。 虽然没有那么神奇, 2005年的一款动力系统的军用外骨骼雏形, 开始出现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通过电动液压装置产生动力, 帮助实现减少负重目的的军用外骨骼,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实现了想象中的艺术画面, 但它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弊病。 既然都说是动力系统, 那内部肯定缺少不了动力装置。 不管你是用液压还是电池, 其本身的重量就已经很高。 再加上负重物品, 加在一起的重量肯定已经超过了人体最大负重的好几倍, 所以实现起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科学合理。 其次,如果使用电池进行驱动, 那么势必要面临电池缺电的问题。 一块电池可以支撑负重多久, 如果时间短的话, 本来就是艰苦条件下的野外行军, 可以实现电源充电的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 就算是有电源, 支撑这么大的重力在身上, 那充电的时间肯定也少不了。 这么一算, 似乎不管时间还是动力, 似乎都陷入了死循环, 总不能为了背点东西就带着发动机啊, 那也就没啥实际意义了。 所以在此后的几年中, 以电池或者电力为基础的军用外骨骼系统逐渐被人们摒弃。 因此, 科学家们又尝试提出了一款以弹簧装置为动力系统的新型军用外骨骼。 通过试验, 果然比较好用, 没增加重量也不需要电池或者充电。 本来想再试验几次, 就可以实现批量生产应用了, 可这时, 弹簧装置军用外骨骼的缺点又开始爆发。 首先就是弹簧装置的工作原理太死板, 不够灵活。 当弹簧自身的性能开始衰减时, 就很难恢复到最初的弹性, 没有弹性也就意味着缺少动力, 基本上用几次过后就会失去效用, 寿命太短。 因此, 弹簧装置外骨骼也逐渐被军用市场淘汰。 第三种就是中国近几年的突破成果, 也就是前面小编为大家介绍的 无缘系列的外骨骼。 此外, 中国研制的军用外骨骼, 从最初的目的上就与美国大相径庭。 美国研究外骨骼是为了提高单兵作战能力, 而我们主要应用在战场的后勤职能部门使用, 如搬运医疗、后勤物资等, 主要执行的是战场救护的能力。 不管别人如何, 如果我们国内的这个军用外骨骼, 可以大批量应用于民用减负行动的话, 或许会在农业、建筑业等很多领域取得不错的效果。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 最后,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